颈椎长骨刺是一种常见的颈椎病变 主要是由于颈椎受到长期过度的压力或受伤而引起的 其主要症状包括颈部僵硬、疼痛和运动受限 这种疾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治疗和注意 将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例如颈椎神经受损 颈椎长骨刺可能会压迫周围的神经 导致神经受损 受损的神经可能会导致头痛、手臂无力等症状 颈椎动脉受损 颈椎长骨刺也可能会压迫颈椎动脉 导致脑部宫穴不足、进而引起眩晕、头痛等症状 运动功能受限 颈椎长骨刺会影响颈部和肩部的运动能力 并且可能导致手臂无力、手部麻木等症状 要避免颈椎长骨刺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可以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 保持颈椎自然的生理曲度 不要长时间低头或是身体前倾 也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 选择合适的枕头 枕头的高度应该与自己的碎姿和身高相匹配 避免选择太高或太低的枕头 注意运动方式 运动可以帮助加强肌肉和颈椎的柔软度 但要注意运动方式 不要过度用力或是运动之事不正确 放松肌肉 放松肌肉可以减少颈椎受压的机会 可以试着轻轻按摩颈部和肩部 或者学习放松身心的运动 适度休息 长时间使用电脑或手机容易导致颈部紧张和疲劳 适当休息可以帮助颈部肌肉得到放松和恢复 总之 颈椎长骨式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要保持颈椎健康 需要注意以上几点建议 并且定期进行颈部检查和治疗 及早发现和治疗颈椎问题 有利于颈椎健康的保护和维护